去世國我只證明一件事 我的日文比之前更爛了 周慕芝你好 哈囉 戴如姐好 周慕芝是什麼都好 日文也很好 我沒有很好 我就是也是就是 就是講講還可以 那個考試什麼的 還有一些比較難的文法還是不行 沒有好好念 我也是那種 其實我都懷疑我人生到底有沒有真的認真用功過 因為我每次只要用功到一個地步 我就覺得夠了 你知道嗎 因為但有興趣的事情太多了 我會再轉移注意一點 周慕芝他看到我腿上還貼著salon pass 他想說我們既然還約今天 你不是昨天還在世國 我是有點擔心 我是不是擔心我自己啊 我一定走回來 我怕飛機沒飛或遇到颱風 沒關係 那你在這裡看到的就是五若犬 我剛剛在講世國片路嘛 你有沒有想要去走這種片路類 之前在看的時候 然後有一點點因為其實我也蠻能走的 然後我去日本我大概平均每天都走三萬多步 我就是不錯也差不多三萬多步 我除以一千二我的步數就是二十幾公里 我每天大概就三萬步 差不多然後所以只是說就是要去走這個啊 我覺得要有一個規劃跟計劃 因為畢竟我們那時候走三萬多步 就因為我有時候會去 我去日本二十幾次 有時候去東北啊去北路 他至少都還是有 如果你走不下去了 你還是有交通工具嘛 我剛已經講過我的狀況 就是我一個人吧 然後路上沒有Uber 你知道我們現在在一個很便利的城市裡面 很難想像有一個地方 你可能只能用徒步 找Uber找不到 然後語言也不是很通 有一次我試圖打給附近那個條啊 電線桿上面貼著那個PACCY的電話 沒人接耶 因為他度假去了 因為沒有人用 有可能有可能 而且四國到現在應該天氣還就是 跟台灣一樣 跟台灣一樣 他就是算比較熱的地方 然後我去日本就想要去比較涼的地方 所以一直都還沒有往那邊走 沒事我這也是一個禮拜前 我就想說計畫那麼久幹嘛呢 計畫又趕不上變化 有六天就趕快來走吧 我的所有飯店也都是在出發前才訂的 但是訂的很不錯 因為我已經理解了一個事實 我不能一直過苦日子 我也不是苦行生 所以我白天苦苦在走路 走到一個地方 我只要規劃一個 就是最後的地點附近 有那個電車或有火車 然後那時候我就在我預計的最後地點旁邊 打開我的app找一個溫泉旅館 這個很棒 那個走那麼久 那個泡溫泉感覺真的是很舒服 而且我訂的都是當地最豪華的旅館 我有一個Petboard要教大家 你每次去日本旅遊對不對 如果是豪華之旅 現在五天都十幾萬 是不是晚上就還要坐在那個無聊的飯店裡面 吃懷石料理 吃一天我可以 第二天我就崩塌 然後吃到第三天你會覺得也都差不多 再好都一樣對不對 不如在外面的那種商店街或小餐廳吃完回去 如果你訂一個飯店它很高檔的話 像我這次訂的是稻後溫泉 就是兩個第一名的第一名跟第二名的飯店 你看有一個人最無聊 這邊前面苦行生走的二十幾公里之後 馬上回到豪華溫泉飯店 就是這樣才撐得下去 對這樣才撐得下去 然後附近在商店街吃飯 大概一個人大概是一個晚上 尤其我只有一個人 四千到六千塊不等 這樣是不是很便宜 比台灣的飯店便宜多了 真的真的真的 而且其實這樣子的話 就是自己可以比較彈性去做一些安排 否則六點半 有時候受不了日本人 早餐你如果訂他的 你是要七點半還是八點 遲到一分鐘他還感覺不太高興 因為他們都是你要三分鐘前在那邊等 那也不能太早 太早的話他們還沒準備好 他們會覺得你讓他麻煩 所以他們最好的時間就是三分鐘 你看完全理解 但是我覺得一切都被這樣規劃有什麼意思 所以要跟大家說 你如果去蜘蛛旅行 你只能打開APP 我用的是斜程或者是斜程是大陸的 台灣是trip.com 這不是宣傳的 因為我真的用他的 你就看有沒有當天最低價 而且上面都有評分 而且他會幫你找到跟你 就是習慣相似的旅客的意見 對 所以這樣訂很方便 你看本來大概一個晚上房間要兩三萬塊 那種好法化旅館 你如果當天訂或前幾天訂的話 四千到六千就有了 這個在講MVTI就會講旅行的那個嘛 鄧如姐就是P人跟我一樣 所以我聽了我覺得很開心 MVTI你解釋一下好了 這是16型的人格 現在就大家很流行 因為韓國那邊也很紅 我知道我是INTJ 是喔 怎麼樣這有什麼好驚訝的 因為我是INTP 但是因為鄧如姐說你就是對於那個規劃 因為J人很喜歡規劃 還是你只是喜歡規劃工作 但你不喜歡規劃旅行 我的工作需要規劃 如果我在公司裡面其實是個嚴格的老闆 你如果沒有告訴我一個邏輯或理由的話 我會問你說為什麼 原來如此 我喜歡別人規劃 我自己不一定 可不可以跟我也蠻像的 那還是我是J 因為我是P嘛 P就是不太喜歡規劃 然後我之前去日本旅行幾乎都是跟我先生一起去 然後我先生就是 你有個可靠的先生 他很可怕 我不是說我沒有 可是因為我跟我先生一起去完 我們容易吵架 因為我們個性不一樣 他也是個規劃狂 我真的是介於一半一半 不小心被分到J那邊 因為他的規劃是那種連我們什麼時候要去搭車 然後幾分車接車 然後會有幾班 然後我們搭這個要怎麼樣 他連這個都整個規劃牆 這樣的人 你真的能駕齁 我也是駕了之後 都沒有拿給我家 我覺得應該是說 我跟你講我先生也是這樣 所以他只適合帶小熊去旅行 因為小熊反正不懂 會照他的規劃 我老師會想脫隊 我懂 而且後來我們就常常在東京 我就動不動說 等一下我要去哪裡 你們兩個自己慢慢走 但這個就是 這麼多年來 能夠接受 就是大家性格不一樣 才能互相接受 你要把我放在那個你的體制裡 我們早就完蛋了 真的很不容易 對 而且因為我們還有樂團 所以就我們最常吵架的時候 就是在樂團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兩個看法 就是我就是屬於先看大方向 然後他會執行細節想的很細 你可以告訴他我是主唱啊 好今天是周慕之 他是非常知名的暢銷書作家 還有心理師 那今天帶來的書 雖然我們沒有打算一直討論這本書 因為我們兩個人在日本有一些淵源 也一起調查過日本的某些投資個案 那這是保平文化的關係黑洞 講的是不安全感如何載至我們的人生 其實我去走四國片路也是一樣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你知道沒有規劃 我們今天談的那是十六行人格 沒有規劃你會有不安全感 其實我覺得人生就是不斷的去克服不安全感 然後慢慢的你自己能夠給自己安全感的一個過程 從旅行中就看得出來 你知道我走過那個墳場 然後旁邊搞不好會有蜜蜂或野豬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要判斷說 我到底要往前衝還是要往後退 那或者另外找一條小路閃掉 其實那時候是完全考驗你個人安全感 然後一下到平地又覺得說 其實剛剛那個看起來很糟的狀況 又被雨淋個半死也挺好玩的 沒錯沒錯 我覺得像那時候我在日本的時候 因為我剛剛說我先生他就是那種一定要on time的人 他可能太優秀他才大醫學系的對不對 因為他從小跟你講知憂生的最大問題 他沒有在聽吧 他沒有在聽 知憂生的最大問題就是他所計畫的他全部都有達到 所以呢他認為這世界都在他的計畫中 這也是人生的一種魔障 我覺得這是真的是生存策略 就像淡如姐說因為都成功嘛 就是他用這個控制的方式都成功 然後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是有一次我們去搭那個秋田這個內路線的時候 然後他很喜歡搭那個車 秋田在本州東北的地方 對在東北那邊然後很漂亮 然後之前那個你的名字就是在那邊 就他有一個畫面是在那邊的某一個站 然後他就說我們那時候已經晚上要去吃飯了 他就說他想要再搭最後一次我們再回來吃 然後他已經看好時間就是這樣來回可能大概20分鐘 因為接車他坐到哪一站然後再接車回來 他已經都看好了 然後我就說喔好啊 然後我們那時候天氣蠻冷的 我們就我們是沒有到下雪 但是也是在十一二月 然後那邊是沒有任何遮蔽物 我們就坐車坐過去 結果呢因為我們因為他那次那路線搭的人很少 到那麼晚的時候已經很少人搭 所以呢我們去城的車霧點了 然後回城的車他準時發 所以我們就錯過了 然後就要等一個半小時 這種事在鄉下真的常有 我這次也有遇到 而且我說在暴風雨春為什麼狂奔 就是因為如果我沒有趕上這班車 我真的不知道計程車在哪裡 因為他車的那個然後又剛好 因為可能他們就是很悠閒嘛 所以他們真的沒有像一般日本人這麼 而且他們都開車有那種小小的車 一輛買起來台幣不到十萬塊 對對對就很可愛 然後結果我先生 因為我們那時候停在那個地方 他是無人小站 全部周邊真的完全沒有遮蔽物 風超大很冷 然後又沒吃東西 然後先生就非常慌張 我第一次看到他那麼慌張 他就跟我說我明明看好時間了 怎麼可能會發生這種事 他反應就這樣 這就是上天天他的一個考驗 然後我就跟他說不會啊 你看喔 我說其實也還好 我說因為那邊就沒有任何光海 所以星空非常非常漂亮 我說你看我們多久沒有看到 這麼好的星空 我說而且這一趟旅行 我說這一個記憶 我們很多年後都會記得 因為星空真的很漂亮 而且真的很冷 所以你一定會記得 我就覺得那就是一個蠻特殊 因為旅行就是這樣 他娶到你還真是幸運 應該是說我覺得說不定就是 因為我個人在這種事情上比較散 所以我看到他這麼 這麼就是會很謹慎的時候 我可能也覺得很有安全感 他可能就是因為自己已經很謹慎 所以他出錯的時候 他其實是怕帶你在這邊 然後天氣很冷 他出錯其實他自己不怕吃苦的喔 像這種優等生都很能吃苦的 但是他覺得說 這不在我的計畫內 我這個領導人錯了 所以我後來發現 安全感這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在於 我們今天會越想控制一件事情 其實有時候真的就是 我們越沒有安全感 因為我們不太確定 我們面對這件事情 我們應不應付的來 所以我很喜歡在旅行中 考驗自己 而且你知道 其實如果你一直跟旅行團去玩 你是考驗不了自己 因為你就在按表操課 像我這種偶爾 事實上我是有秩序的 但是我是在混亂中 可以創造秩序的那種人 我可能還比你有邏輯一點 我這樣講好像有點自誇 我的意思是說 我比你有秩序一點 有可能 你會發現我很多東西 執行的挺嚴格 但是呢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個性 就遇到那種突發狀況 也是可以說 這樣其實活著也就 也還好 我不太苛責自己 因為內疚 或者是擔憂 真的是沒有用的禮物 是不是心理諮詢師也是這樣看 完全是 因為如果我們今天 太花太多時間內疚 跟就是責備自己的時候 其實嚴格來說 就是等於是 我們被外面的事情打趴了 我們再打趴自己一次 然後我跟自己說 那我要站起來 然後我要把自己打到已經重傷了 然後再站起來 其實大家都會以為說 可是我是因為把自己打趴 我才站得起來 其實不是 你想站起來 是因為你真的想站起來 其實我剛剛不是說 世國的那個騙路 像我一個我真的是基督徒 我去這些廟 我並沒有任何的參拜意義 當然我都有捐點錢 表示我有來 然後在我的Google Map做紀錄 但那種感覺就是說 你真的看了那麼多墳墓之後 我終於理解了 經過這麼多辛苦 看到大家也都是一堆土饅頭 你人生非想開不可啊 真的 我覺得想開這件事情 慢慢的真的是 那個安全感的來源 會回到一個就是 我們到底知不知道 就是不要被太多外面的東西 跟那一些糾結啊 因為我一定要很完美的安全感 我一定要很完美的不出錯 他就必須要做很大很大的控制 因為你就很難有很大安全感 那你先生那是什麼人格 你要解釋一下 其實我也是十六型一知半解 他很簡單 他就是四種嘛 每一種裡面有兩個嘛 那你用那個平方來算 就是有十六種的組合 我覺得他應該是 雖然因為他不做測驗的 所以我個人判斷 對我個人判斷 他應該是ISTJ啦 S是什麼 S就是比較像 就是實證主義實證科學 所以他那時候 我在念醫學的時候 念醫學的人應該是這樣 而且他又是病理科 所以他那時候 我要念諮商的時候 他不曉得諮商 他就跟我說 他說心理就是偽科學 你為什麼要去念那個東西 他就是很嚴格 那他現在跟我熟了 就是聽一些東西 他也覺得 對啦好像有點道理 但有些東西 我還是不確定 就是 然後我就會嗆他說 可是因為他們醫生就會說什麼 吃鳳梨會太旺啊什麼 就他們會避開一些食物 什麼鳳梨啊 幸福好時光好十六型人格 不知道大家熟不熟 剛剛我們講老半天 其實我也不熟啦 只是 先聊 哀是什麼呢 哀是就是內向外向 哀就是比較內向 我每次跟人家說 我第一個是哀 他們都不相信 就簡單的說 是靠獨處獲得力量的 就是休息很需要獨處 這樣講就很簡單 一定是哀嘛 我都覺得我自己一個人 有時候自己關起來 我真的好忙喔 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很忙 而且還忙得很高興 我還記得有一次蛋母姐被關在那個 你的那個小工作室 然後就順便錄了好幾集 然後想說怎麼那麼忙 自己忘了要死啊 好 那麼那個S M 是什麼 S他就是比較實證 就他任何 他比較敢關心 他的實證啊 要眼見為平 對要眼見為平 然後N的話他就是比較 他可能會願意去了解跟去討論很多抽象的象徵的東西 然後可以那些比較形而上的東西 他會比較會去想 然後想法可能也比較稍微跳躍一點 對 你還蠻喜歡大家談一談腦妝啊玄學啊 如果你是S你就會覺得沒有用 就可能 又不能吃 或是說S他可能就會開始去研究各種哲學 就他可能要有很多就是比如說研究啊論文啊書啊 就他可能會去看很多這樣子的東西 這就好像我後來在念我的那個博士 我都知道論文我都在勉強自己看 因為我很了解那些有關於商學論文 在現實生活沒有用 就是你做了那麼多證據 其實大家只是知道你這個邏輯的方式 要給大家一個實證的交代 但是他真的沒有用 因為淡如姐是直覺型的人啊 那T呢T跟什麼在一起 另外一個是T跟F 那就是應該說剛剛像剛剛我說N啊 N他就是比較直覺 就是剛剛說N就比較直覺 淡如姐也是比較直覺的人 那T跟F的差別 就是T是就是在 就用最簡單的講 遇到危機的時候 有問題發生的時候 第一個反應是先去考慮 那個邏輯思考的事情 還是那種比較用感受情緒的判斷 去決定這個事情要怎麼做 情緒的是哪一個字 情緒就是F 然後T就是比較就是會 就是應該說他就是比較邏輯思考 就遇到事情的時候他會先邏輯思考 我們剛剛有討論過 我們小時候應該都是F 對不對 不曉得小時候會不會都是 我覺得是的 就做什麼事情 有一點像非常直覺型 像我常常做一個比喻 就是好像一個槍腸動物 那種顯微靜下的草驢蟲 你就弄他一下 他就往哪邊走一下 就完全用直覺反應 因為我以前看過淡如姐 在講你童年的事情 我覺得你小時候就是T人啊 你在你媽媽跟你有一些互動的時候 你其實是邏輯思考 你有一套你自己的邏輯思考 判斷力很強 那個真的是我不能說那有點天生 所以我後來一直在教育上 我對小孩真的比較放任 因為我知道我控制不了任何人 那他會是一個不同的靈魂 他會形成他的邏輯 這就好像我其實 我也跟我爸說過 我其實從小就知道我靠你們 我人生是完了 因為你們做的決定都好奇怪喔 所以我必須有我自己的 但這也是訓練出來 所以我覺得像養小孩也是這樣 我都很希望他是自發性的訓練 我絕對不會跟他說出一句話說 你要用功讀書 我說這句話就是我卡到陰了 他自動自發 那個需要他自己的力量 所以淡如姐你怎麼會那麼有安全感啊 因為要能夠面對小孩 就是像我這一次書裡面 剛好有一個地方大家很有感覺 是講到父母有時候會必須要 用就是控制小孩的方式去跟小孩互動 可是我發現這個東西 倒不是在說父母的問題 我的意思是這是我們文化上非常常見的情況 可是淡如姐你怎麼做到 你不會就是被這件事情影響 因為我從小被控制 從小我發現 我在發展我的自我未來的時候 大概只用了四成例 用六成在逃脫控制 如果沒有那些控制 我不是能夠發展的更好 所以你不會拿給下一代 今天周慕姿來講他的書 保平文化的關係黑洞 那這是之前有就是版本的改良 對然後現在再重新再出這樣子 對周慕姿也是蠻奇葩的 他是一個心理師 然後他是一個唱銷作家 他也是一個重金屬樂團的主唱 今年年底又要去日本唱四場 在哪裡啊 在東京大阪長野跟民谷屋 四天連跑四個地方 真的很猛 東京是在 就是都是在livehouse 我要看一下 沒有關係 你可以傳給我 好 我不定期會這個可能有空 剛好在那裡我就會出現 太好了太好了 都是當地算是很蠻有 就是很推薦外國人 就是那種地下樂團 我如果有出現 我也不會告訴你 好 那可以就是至少就是表演完之後 如果你在那邊 你可以讓我知道一下 我也很久沒有去東京 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的個性是 如果我有沒有房子 我就會去那裡 我常去的地方 會弄一間 但是呢 當我弄一間之後 我就想逃離他 就沒興趣了 就覺得就夠了 緣分夠了 所以很多人 當時周牧芝他們也問過我 他說要在東京很喜歡那裡 要買一間自助 我說自助你不要買 你會變成我的狀況 而且你還賣不掉它 為什麼 因為裡面堆滿了你買的東西 你要整理 難道要弄個貨櫃箱進來嗎 所以這就非常好笑 你每次覺得說 我如果要去我那個房子 我規定在東京只能去我家住 我不會覺得很舒服 因為有很多選擇 如果可以去 對我的選擇被截斷了 對我完全懂 所以我不是跟你說 如果你要去可以住我家嗎 對對對 然後我那時候的確心裡有在想說 淡如姐自己去應該都不想住自己家 你說對了 我每天都在看那個飯店在折扣 我心裡想說 住那很好 但是好像又要回家打掃欸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蠻好玩的是 就是去 就是我們這一次就是去這四個地方 然後就是會 就是比較累啦 會比較 所以淡如姐有興趣要來的話 我再傳給你 你說東京還有哪裡 東京然後長野 明谷屋大阪 對 跑的有點遠 冬天長野 清景澤已經都封起來了 十二月 那時候還十二月 十二月還不到中旬的時候 就差不多中旬 他們十一月就關了 但我是說清景澤 可能市區還好 市區還好 市區還好 就是只是我也沒去過長野 所以這是第一次去 就是明谷屋跟大阪東京這些 都去過幾趟 可是長野我也是第一次去 所以也不曉得怎麼樣 真的是一個了不起的樂團 而且他也是一個就是奇緣 可以在各種職業之間悠遊 每一次從比如說你現在是樂團主唱 然後第二天可能要寫書 或者是又要回家做什麼 你覺得中間的跳街 你需要轉換的時間嗎 我覺得其實大部分不用欸 就是樂團到就是回去 但是我的確大部分樂團那一天是 就是可能就沒排其他工作 可是我上次台中那一場簽書會 我就是簽書會還直接去表演 那天那次 然後把自己化得濃妝厭抹 之後又變成另外一個人 對然後那時候台下有很多台中來簽書會 很多讀者他們是第一次看表演 認得出你嗎 他們知道 就是他們知道我要表演 所以他們就來 然後就第一次的樂團演出就送給我了 然後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 我也沒有覺得這麼的困難 但我覺得對我來說 可能比較需要稍微一點時間轉換 會是在例如錄節目上節目這樣子的活動跟做諮商 因為一個是對外嘛 一個是比較對內的 因為他有各有各的分寸 對不對 心裡是有一些話不能夠這麼直接的講出來 對對對 所以這兩個我現在就會比較盡可能不要排在同一天 因為這樣之前我忙的時候會排在同一天 我發現有時候狀況就 比如說可能就是我覺得還是會有一些轉換的時間 所以後來就覺得這樣子工作比較舒服的狀況 其實是把他們同類型的工作排在同一天 我常常被人家問到角色如何轉換的問題 所以我就拿來問 其實我的答案也是並不困難 只要你有練習就好像在轉換節目頻道一樣 你有時候會同時追三個劇你知道嗎 而且我覺得應該是說現在大家應該越來越能夠接受 就是以前我們是一個工作就是做到我們一輩子 那現在大家應該越來越能夠接受就是我們一個人身上其實有很多特質 然後很多特質會有很多興趣 其實有時候讀歷史我很高興脫離的那個時代 也就是你祖先幹嘛你就要幹嘛有沒有 你祖先種田你就被那個土地綁在那個那裡 然後一輩子只能靠這樣謀生還被定了戶籍 然後18歲的時候選的那個志願竟然決定了你的一生 對其實那種人生很可怕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覺得很好 或者是你28歲嫁的那個人 不管再壞你還堅持下去 還好我不是生在什麼清或明初 大概在早生個20年也是一定是一個社會上被砍就掉的人格 但是我覺得像剛剛淡如姐說的那個我們一定要先找到一個確定的答案 我們一輩子就這麼過下去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因為那個確定會讓我們覺得有安全感 所以我們很多人的人生他的目標不是為了去發展自己 或是讓自己變得更表現的 就是讓自己可以更去一直在找安全 對當他安全感這一件事情可以讓他有安全感 甚至有很多人例如說有些人就說你怎麼會被詐騙你怎麼會去寫教 因為他們都會很清楚告訴你你跟著我就對了 你跟著我你就可以賺大錢你跟著我你就可以做到什麼 你完全了解詐騙的心理 對當時我們在討論投資的時候 我已經說過沒有百分之百會爭取 那麼會被詐騙集團騙是因為他給你好多保證 但是事實上在愛情中所有保證都做到滿分的在口頭上的 哎呀都騙子啦 在投資上告訴你說一定跟你每個月就給你6%的怎麼回扣的都騙子 可是人心他的問題就是他太需要別人給的安全感 當你自己如果內心找到安全感 就像你關西黑洞裡面主要的訴求 你你揮別那種但不安全感是隨時也會來的 可是你自己內心裡面有安全感的話 那你的人生一定很美好 我覺得那個安全感很多人就會在想說要怎麼來 可是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是我們可能並沒有辦法 就是說我想要有安全感就安全感 而且經過一次又一次的練習讓自己去選自己舒服 而不是覺得安全跟熟悉的我覺得那真的很需要練習 其實每一個家庭反正當變成兩個人結合在一起變成一個家庭的時候 都有很多充滿安全感的承諾 然後當一個家庭面臨考驗的時候 通常也都是女生跟一個可能沒有那麼穩定的男生說 我要去哪裡找安全感 你就是沒辦法給我安全感 我才會這樣哭哭念 但事實上在說這句話的時候應該要問自己 其實安全感真的是沒有人可以給你的 有啦宗教有時候會給你一點麻醉 我覺得那個我們想要控制一些事情 然後讓生活變得很舒服這件事情 的確是我們人之常情 大家都會想做這件事 那我覺得再回到自己的安全感上 能夠更理解跟照顧自己的情緒跟需求就很重要 我們知道視頻的話 我們早就變成 quan西黑洞 我悶無별 bliss 給你 jumped YanIq 我們要看我